今夜最新画面 台南市安南区一处民宅 今天晚间7点多 传出一声爆炸声 还窜出火光 消防队前往救援 发现三个人烧烫伤 其中一名年仅4岁的小朋友 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附近邻居都吓了好大一跳 怀疑可能是瓦斯气爆所引发 就连对面住家的窗户都被镇破 火车瞬间从窗户窜出 爆炸为力惊人 把窗户窗帘屋内物品都炸到马路上 路密片狼急 消防队赶到现场抢救 附近住户也都吓了好大一跳 突然爆炸 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就先开那个对我们的窗户 然后看到对面又起火了 我老公听到声音说 是对面好像应该是气爆 对面气爆连自家玻璃都被镇破 还波及到刚买的新车 我们6月15交车了 台南市安南区环管路 一处透天民宅 8号晚间7点多发生火警 五三楼建筑其中四楼 以四为气爆地点 到达史先确认看 现场的民众受伤 受困的情形 那很幸运的部分 就是民众已经都 已经都逃出户外 那因为有受到烧烫伤 那在附近的邻居家里 用水龙桥在做降温 这起意外 共有两大一小共三人受伤 其中40岁的女子 四肢及颈部两度烧烫伤 41岁男子则是 双手腹部及脸部烧烫伤 4岁女童也有 20%的二度烧烫伤 三人皆意识清楚 送医治疗 只是为何会发生气爆 详细其或原因 还有待火吊人员 进一步领清 记者黄富奇谈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